手腕,手腕的意思是說他們會做陷阱 然後陷阱裡面就會去就是尋那些陷阱裡面看有沒有動物在裡面 那六祖惠仁大師他很慈悲 他只要這個動物他還活著 就是他還能夠活下去還能活著的 他就把他放掉,可是死了他就是死了 他就會他就會把他收起來這樣 那他在手腕的他就尋那個陷阱的過程中他有栽裁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 然後到了晚上就是吃飯的時間去把他丟進那個鍋子裡面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肉邊菜,肉邊素 的概念就是他跟肉一起煮,但是他只吃裡面的菜 他不會吃到裡面的肉,甚至是其他的